有一个人二婚 婚礼那天 他前妻给他送来了一袋枣子 一袋金 一只精致的碗 一把漂亮的太阳伞 还有一只打火机 结果这四样礼物 这个哥们还挺高兴的 心想 哎呀 你看我的前妻 给我早 可能是要我早生贵子吧 晚应该说是婚后 我们有晚饭吃吧 太阳伞 他可能是说我们婚后 无风无雨的意思 打火机 比喻是今后日子 红红火火吧 晚上回到新房 他把四样礼物 放在桌子上 一看 早 晚 散 火 这就是人的心态 有几个人 会这么宽宏 大量 他叫他早晚 上火呀 要明白 夫妻相处的时候 他们曾经也畅快地笑过 痛快地哭过 他们曾那样 真正确地爱过 和规划过 他们的未来 最终 还是走散了 要懂得 有些人 帮助你 改变了你一生的轨迹 有些人 带你 是亲人 爱你 如生命 他们就在那里 但现在 怎么远 不愿意 见到你 这就叫缘分 不管讨债还债 台长告诉你们 连护法神保佑你 也要靠着你 这个佛缘 你不拜佛 不磕头 护法神 不会来保佑你们的 你们不好好念经 天天 动坏脑筋 没有佛来保护你 只有磨 来关注你 一个做房地产的老板 感激一个部下的忠诚 打算奖励这个部下 一套房子 他就让这位员工 在公司的自己开发的一个小区 随便选一套 没想到这位部下选了一个120平方的大套间 这位老板就不高兴 老板以为这位部下会自觉的选择一个80平方的小套 老板跟别人说 没想到这个部下这么弹呢 老板改变了主意 自作主张了 送给这个部下一个80平方的小套房 于是这位部下从此心怀不满 这位老板也失去了一个好的员工 所以我们做人要修心修道一颗平静的心 把心放正了一切安然自在 其实生活也很简单 就是要在当下修行 其实修行就是在生活当中 修行就是时时刻刻在你的生活当中 有时候生活的不如意 要自己随缘 要懂得用智慧来克服你的烦恼